淡水区中山北路二段往三直方向 要左转进滨海路一段的位置 路口车流量非常的多 要左转的车辆常常会因为要等待对象的车流先过 停止在路口也容易造成危险 所以会刊中就希望能够设置车辆左转专用灯来解决问题 在淡水区中山北路二段往三直方向 要左转进到滨海路一段的位置 这个路口车流量非常多 里长说这边要左转的车辆常常会因为要等待对象车流先过 造成滞留在路口也容易造成危险 因此先前有邀请到新北市交通局前来会刊 希望能够设置左转专用灯号来解决问题 这个原来现在设置只有三个灯号 不符现在实际的那个车流跟行人穿越的需要 那么我们希望说我们交通局也在 顾虑到整个行人的安全穿越马路的安全 以及车辆左转不跟行人产生冲突摩擦 在各方面的安全上面 我们跟交通局有亏抗过 里长说在这个路口位置目前只有一般的三色灯号聚 而未来这边又会有捷运轻轨开通 加上路线上面有公车需要时长左转 因此中山北路只有两线道常常会阻碍交通顺畅 那就是说我们现在目前要解决这样的一个 呃产生的一个冲突啊 就是能够再增加耗制灯啊 增加一个左转专用灯号 避开跟行人的冲突 以及跟执行车辆左转的冲突 以达到我们交通安全维护 这样重要的一环 里长在与交通局会看之后决定未来会先设置此处的 左转专用号具灯避免左转车与行人通行的冲突 或者是执行车辆的冲突 不仅是让路口通行会更加顺畅 也让左转车更加安全 记者许多安一代水车报道